第十二周的二格比賽 有米蘭轉場在聖西路對著總雲達斯 總雲達斯這場比賽收起了 是賭哥雙向的邦勞戰 後方擺放了賓拿迪亞 搭檔著基亞連尼 進攻方面他們有尖刀 一個球員有多少把刀 不是最重要 但有一把尖刀是重要的 就好像一把尖刀一劈 劈下來文素基茨的頭鎚 劈開了AC米蘭的防線 壓贏了對方的列卡道諾迪古斯 頂了彈地球 收起當拿龍馬 在組團的時間 祖雲達斯憑著這個入球先頂戰 接下來這場比賽 斯朗拿道 文素基茨 他們也有些機會 能夠在哪裏當中發揮他們所長 又一次希望使出這把尖刀 但這次羅馬下來 都過來封一封你 退一退後 頂住了文素基茨的壞子 頂出底線 但這一招繼續成為 祖雲達斯殺色的招數 另一方面 簡捨露這場比賽的出擊能力也很強 這把尖刀的好球 又給了文素基茨 這位克羅地亞屯 上半場都已經有三次一大半 是雙方加上最多賣門機會的一位球員 這次米蘭經過星期四 和了貝迪斯之後 回來聯賽 都是擺一個4-4-2的層跡 蘇素繼續是他們進攻的命脈 但這條命脈這場比賽給對方 是切斷了很多 令到他的威脅性大大減低 這次在中間有機會起腳 也沒有威脅性 難得有一次機會 邊路傳統的希古欣 能夠放進去 畢文娜地亞這邊 近來就是阻折了 但當時球證都沒有什麼事意 還吹回米蘭的佛球 說他們是犯規 但經過VR的幫助 球證馬桑拿來親自看一看之後 結果球證改變初衷 給了十年馬 但賭高的希古欣這場比賽 差勁的把握能力 成為了其中一個 成為災難性人物的原因 他的射門被舊隊友 斯珍斯尼救到再中拳 錯失了這場比賽 米蘭可以平反敗局的黃金機會 賓拿迪亞長傳 找到這邊的亞歷斯辛道 他的出擊就上到 找到後面的斯朗拿道 過往五次在聖世路踢球 他也進不到球 這場比賽爭取入球的衣服 是非常明顯 但這球射得不太夠力 角度也不是太標準 接著迪巴拿的佛球 亦都是非常巧妙的 卻歪過了人牆之後 就飛到近處的位置 但剛剛中柱彈走了 當拿龍馬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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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碰到 真的不是他碰到 是一條門柱幫幫手 頂住祖雲達斯的進攻 蘇操的傳中球又如何 文素基自己回來幫手 這次留意一下比坦古牙 捱下來還給到斯朗拿道 避開了茶漢樂露 接著自己來的爆破 對著對方的艾巴迪 推橫再射 又想拿回美柱 但一樣地 球也不是太夠力 另一次的上司 也是沒辦法 但斯朗拿道的突破 也打了半個球場 那次這邊 拿沙特解圍 就認真一般 簡歇力一推 簡單被骨 再抽過來 接著逆了斯朗拿道的保重 2-0 在整個過程當中 看到拿沙特解圍是關鍵 因為踢出來 踢位置頑 再跟著馬尼瑪 簡歇力都很簡單地被對方 一匹就過了 唯一 當拿龍馬封鎖 這個射門的時候 付出不遠 就被斯朗拿道 馬尼補多一腳 落後到兩球 我覺得米蘭基本上 平反敗局的難度就很大了 但是雪上加霜的地方就是 喜古欣 情緒失控 一而在地 就是辱馬球證 結果被球證 用紅牌 驅逐的離場 令到雅根廷前鋒 更加成為了 這場這場的災難性人物 而草恩達斯的贏球 令他們繼續高懼榜首